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晚上休息给台湿武汉 我鼓励你都是要晚上休息 因为晚上休息可以不理应和拍片的 我写南京要这把红你都吹不住我 一个字 写了 你想写也没用 要写 最初写门外休息 写一下没人看 写一下小说 什么叫科幻小说 我到现在还是自己问自己 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各个人 各派有各派有标准 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小说 始终要以小说为止 小说只分两种 一种好看 一种不好看 我小说就是尽量从好看的方面去发展 因为我是从很小很小的时候 看过中国类的小说 看小说的经验很丰富 我知道小说应该是怎样好看 我自己作为自己第一个读者 我自己都觉得不好看了 我就不要了 一定要有很曲直的情节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进展 有很煽动的人物 而且一些人物的行为 都要根据他的性格来发展 初初外星人去到地球 不患好意 这是一个普遍的冠言 所有涉及到科幻的题材 都破了这个冠点 但我原来觉得不是 我觉得外星人来到地球 一定是很可怜的 因为他来到环泉陌生的城市 我们去到环泉陌生的城市 我们都很绑绑 这个外星人来到地球 就不觉得可怜 后面外星人在我的附下 有学乖所 他来到地球 他都不露出真面目 我如果写得出来 我都没力了 我始终觉得 我写出来的行为 是一种体力 体力和努力 计客人至少 不是顺努力 运动 不是想到 自己写出来 你现在如果写我的地球 我收到这样 我觉得机器人做饭最有可能 机器人做饭 不是机器人自己要做饭 而是地球人自己做的 你地球人 拿所有人 全部委托智能机器人去进行 自己地球人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要推脱的时候 一定成为机器人 人无可忍 不一定自己做饭 以前大家都很奇怪的 上帝 世界上这么多人 每个人都过 上帝都听到 还得了的 现在什么出奇 现在所有的 我们把所有的电话出来 全部有个机器人听得到 如果有机器人 等于上帝 世界上没有地球人自己做出来 还是地球人自己做出来 还是地球人自己做出来 其实这个已经有启示 世界上 现在已经有一种很奇怪的生物 所有的生物 生命的目的都要延续生命 顏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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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西波是人在发生 发生 人死了 他死了 他死了 他什么目的 他没有目的 他目的就是害死自己 好像地球人 现在出海地球环境 一样 初初一两间 我记得是大会堂 我都跟着一起去排队 我跟着你自己去排队 你走进去 我今天走进去 都排什么队 他说不要大家排队 有些拿几十年前出版的 有些小学给我签名 我都很感动 有些八九岁的小朋友 都拿一本老妈 给我签名 我说你看不明白 他说看得明白 他在我咬 他就发问我 你介绍一本 我看得明白 我能去我的小学 十岁以下十老 我看得明白 我没有的 我真的很薄气 我让你打过多了 一个字 写 你想写也没用 写 所以幻想小学的题材 无限 我都鼓励你都写幻想小学 幻想小学 幻想小学可以不理任何批评 我写冷气 有一只白红 你都吹不着我 有个电脑主家 看完我一批 关于电脑小学之后 他说 你回寸不懂电脑 我说是 电脑回寸 不是你写的东西 我说他就不对 如果电脑回寸 跟我写的一样 我变成写实小学 所有小学都是 因为港股没有报导 我写的不正 你没得报我 我喜欢你写 唯有推理小学 一定要根据道理来写 不是不叫推理 所以推理小学最难写 我写上